我們是怎樣啦 阿董事長 你今天跟爹爺公一定要替我做主 我們這個妖怪我來 外面保持 我沒有每天 嫁給我洗到婆娘去家 我今天是存飯了 民主我沒有要告訴我 我來放手 整個茶走都知道 廟宮阿圖師還來不及勸阻 就看見阿雀一個見不上前 打開廟裡的放鬆頭 慷慨激昂地哭笑了起來 各位鄉親是大 我現在兄弟姊妹 我是存長的妹妹 我今天想要請大家來這裡 幫我做一個公道人 你怎麼知道你們在存亂 外面看得不善不如的雜貨 沒什麼要緊 怕生生的婆娘到家 要把我當在家裡想要把我搬搬出去 他這樣做得對 王妃 王妃說我這樣 帶他在做婦做妹 帶他去這個雞 他今天這樣對待我 各位鄉親 你們想帶我先看看 有一天一天 一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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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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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自己的公子 說我還給他搬搬 你們今天大家 你們大家就要來 帶我主持一個公道人 現在我和鳳梨都在廟裡 你們今天把我搬三天 替我講一句 我這樣做得不夠 一聽到有如此天大的八卦 在寧靜的小村鎮發生 誰還安來得住好奇心 被吵醒的村民 紛紛起床招呼鄰居 從四面八方涌向廟裡 就像刷牙洗臉一樣 每天天一亮 鴨尾村裡頭 唯一的玄天上帝廟的廟宮 就得大開廟門 好讓要來上香 祈福的村民能夠進來 可是他沒想到 今天一大早迎上門來的 並不是什麼善男信女 而是兩個大災神 遠遠的廟宮便看到村長徐夫來 被村長夫人廖阿雀扭著胳膊 拎著耳朵 怒氣沖天地沖了進來 後邊還跟著村長 兩個半大不小的孩子 廟宮認得年紀較大的男孩 是村長跟前妻生的 而年幼的小女孩 則是她這幾年 跟阿雀結婚之後生下的 最奇怪的就是 村長手上 竟然還抱著一個 剛出生不久的嬰孩 難道這個孩子 是村長剛生下的孩子 要抱來給玉皇大帝取名字的 我們是怎樣了 阿雀先生 你今天跟爹爺公 一定要替我做主 我們這個妖怪後來 外面有保持 我沒有打金 狗把我撒到婆娘去出外 我今天是存檔了 民主我沒有要告訴我 我來鳳梅 整個大早都知道 廟宮阿圖師還來不及勸阻 就看見阿雀一個見不上前 打開廟裡的放送頭 慷慨接昂地哭訴了起來 對阿雀 各位鄉親是大 我們這裡兄弟姊妹 我是村長的妹妹 我今天想要請大家來這裡 幫我做一個公道人 你不知道你們在村長 外面看得不散不死的女兒 沒什麼要緊 怕生生的婆娘到家裡 要把我躲在家裡 想要把我刮刮出去 他這樣做得對 王妃 王妃說我這樣 把他做牛做賣 把他去這個雞 他今天這樣對待我 各位鄉親 你們想帶我先看看 有一天一年十個 還有十六天想想自己的公子 說我還給他搶雜 阿嬤 你們今天大家 你們大家就要來 替我做一個公道人 現在我跟鳳梨都在廟裡 你們今天跟我搗三天 替我做一句公道人 我這樣做得不假的 一聽到有如此天大的八卦 在寧靜的小村正發生 誰還安來得住好奇心 被吵醒的村民 紛紛起床招呼鄰居 從四面八方湧向廟裡 廟裡的氣氛甚是詭異 只見廟公拉著村長弗來 坐在一端的長板鎮上 而阿雀 則是搂著孩子 對坐在另一端 用著充滿怨恨的眼神 掃射著弗來 可是身為外遇 第一男主角的弗來 卻只顧低著頭 一副做錯事的摔樣 阿雀一見到平常熟識的三姑六婆 姐妹濤們 再也忍不住 浩濤大哭了起來 如氣如素地唱起 靠屌兒來了 阿雀這兒 早前婆 你讓我先看看 我二十歲就叫我來 折扣到這場子 他現在外面在折扣 你每次幫我折扣 看看 我這兒有什麼隔壁 他今天無法利用的隔壁 要說我靠在旁邊 阿雀 你說他這樣折扣了嗎 阿雀血淚奋斗使得 畫夾子一開便停不了 像是不一樣 說給丈夫弗來聽似的 添油加醋地 把自己嫁給弗來後 種種委屈求全 相夫教子的事蹟 全都搬出來講一遍 阿雀的哭訴 引得在場的婆婆媽媽們 高度認同 大家群情激憤地 要制裁弗來 如果弗來不道歉 承認他犯下天底下男人 最要不得的過錯的話 他們就要發動 罷免村長的行動 一個原本莊嚴肅目的廟宇殿堂 如今卻成了偷心外遇 處理家務式的裁決場 廟宏看事情越鬧越不可收拾 連忙站在兩派人馬中間 雙手一擺 直開了快要將弗來 吞沒的三姑六婆們 要大家安靜聽他說一句話 大家有話慢慢地說 這是生命在住的地方 加來就不用讓我們來這裡炒 阿雀,你以為我們知道 你怎麼住在這裡 放鬆 福老婆不民主 民主 他在外面帶來 我就是要建設 他今天不讓我帶來交代 整個孩子帶來 我來死死的 好啦,我以為生命條件 說出來沒關係 很簡單,他把那不吃草帶出去 如果是孩子生命了 全都算了 都說我欠他的座 只要脫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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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得比較乾杯 我老公是我的 我不可能會交給他交代 對… 跟這個老公 你怎麼會用交代交代交代 不是嗎 這樣吧 好,阿雀已經開交代了 你看 這件事你自己做了不中的 你還是回去做得好 好,我了 我沒辦法把你打招了 你說什麼? 比較大聲的我聽不懂 我說我沒辦法把你打招了 我說了後來 你怎麼這麼說什麼? 我再找你再說一遍 不管你怎麼說 我就是沒辦法把你打招了 因為我現在只剩我一趟 我還要怎麼做這種無情無意的事 芙萊的話一出 立刻引起全場嘩然 天底下有哪個偷心的男人 被人髒聚禍時 還這麼大言不慘地不想悔改 還沒等阿雀動手 一群看不過去的三姑六婆 便撲上錢推打著芙萊 要替阿雀出這口惡氣 我阿雀這四人 上去這塊頭吃的 跟小胞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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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胞 大胞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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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沒出這口惡氣 就沒出這個好 好好的 好好的 都快拍西郎 好好的 好好的 看著自己的丈夫被人圍毆 阿雀一點感覺也沒有 芙萊堅決把外面的女人 留下了舉動 讓她完全呆住 腦中一片空白 跟芙萊做了快十年的夫妻 他沒想到自己的功勞苦勞 竟然远远比不上一个野女人 看着芙莱毫不还手 低着头只顾护着怀里 跟别的女人生的小孩 阿雀的心冷到谷底 自己的女儿生下来时 也没见过芙莱这么呵护过 阿雀方才赤高的气焰消失无踪 带若木鸡的转头就走 她突然觉得 夫妻坐到这个地步真是悲哀 即使全村的人都站在她这边 可是自己老公的心却向着外面 又有什么用呢 阿雀脑中浮现了轻生的念头 你们两个小孩 你们爸爸一定不在乎 阿妩传你来找好不好 你爸爸你让我这世了 正当阿雀下了决心 要以自杀来对丈夫做出最严厉的抗议时 突然瞥见柱子后面 微微缩缩躲着那个 扶来带回来的野女 情敌相见分外眼 一股怒气盖过了自杀的念头 阿雀不想死 她只想跟这个破坏她一身幸福的女人 同归于尽 你脑袋嫌疚 你有怪我人 向我脑袋嫌疚不惊我脑袋 你快来扶你 不是这样啊 你快来扶你 我快来扶你 我来扶你 你快来扶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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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样啊 阿雀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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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我扶手 阿雀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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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女儿 Emmett 我多受 fond 阿雀脑 我迷你 阿淀 你安全 你我你就やって 你不努 Carl 你不努我 Come here 你死死了,我死死了,我來死死了 阿秋,你怎麼說什麼? 在廟裡面要死你,我很難看 我臉書給你嚇倒了 你臉書給我嚇倒了 你往後帶走,我還會嚇臉書 看好了,我沒看見你,我早上看見你了 好,我那死了,我臉書給你好好照顧 阿秋,這... 來,你打給我了 你真的給你錢,他在我人 你說出錢,我還不賺錢 你不賺錢,你不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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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賺錢,我就給你賺錢 好,事情到這兒來,我又沒想到我媽 阿秋,你跟我搶我牽手 其實...其實這孩子不是我生的 別說不是你生的 是這個不是我生的 這孩子不是我生的 你不賺錢 我自己一年不賺錢 我自己一個人不賺錢 但是我也是長的老百姓 但是我也是長的老百姓 我還要說得到 你不賺錢 被逼到絕路裡 他被逼到絕路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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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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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告訴你,你聽不懂嗎? 我就說,他們婆婆在我們家 你穿一間半球出來很大,你聽得懂嗎? 老婆婆,吃飯 是呀,你吃下去嗎? 我煮的飯菜,你把我拿到這個爪子去吃 不然你什麼意思,你聽過分 怎麼樣?要吃嗎?請來,來,都請 什麼? 事情的經過就是這樣 我和小路,暫時的關係都沒有 我都怪我,飲酒水活動 帶贏你的事情,不能說話不算話 所以,不知道 不然你是死人嗎?像這種事情我以前說的 還說我五歲到這樣,我沒辦法做 你敢有機會聽我說嗎? 我才想和小路一問而已 你怎麼屁屁的腳踏手來 你會說我在外面有女婦 又把她叫鞋子,一路叫這廟來 我敢有機會好說嗎? 不要,中國小路不是在外面 別說了,是當一個女婦 真是沒有負責任放棄任務 你今天如果說不出來 就表示這些威脆事 你自己變出來,誰會相信 你這個女婦真是很煩 我…我就讓人家不敢說 是呀,那是什麼不敢說 像這種女婦不負責的女婦 一定會越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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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了 對啦… 鋼蝦,你不就說到底是什麼人 我說你今天不說我是沒辦法去送 我…我… 你不就說 沒有,你到底是在說還是不說 我們大家是沒有那個時間,你這個牽著你放棄 這個女兒的老婆到底是什麼人 你說啊… 好了,我說了 女兒老婆就是你無用了 你說我們家無用了,叫你頭小子 這個女兒有可能 看得好嗎?我幫你警告 你不聽你自己做不到事情 不就讓我們無用了 前陣子的人都不知道 我們無用是最怕我的 他連地步的誰做什麼他就不知道 這個女兒讓你來做,去外面頭小子 無用,你說對嗎? 我…我… 你… 姑娘,你呢? 我說你,大字交通的記錄了 我說得我聽你的眼睛嗎? 她說你還沒甚麼是嗎? 她說你還沒甚麼? 她說你還沒甚麼? 她們還沒甚麼? 她們還沒甚麼? 但是姑娘,你呢? 你呢?你怎麼這麼說話 我… 你別這麼說話 是你的媽媽嗎? 不是很難的嗎? 不是… 不是很難的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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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 我已經沒有了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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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人無言地望著淑女抱著孩子 淒楚地走出了廟門 大家都隱約聽出來淑女想要尋死的念頭 可是卻沒有人敢開口留她 我會遵守著她 我… 你…